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来看很多搭载三缸发动机的新车在初期的时候都没那么抖 那是初期再往后呢 就问你它抖不抖 往后也不一定啊 我跟你说大部分三缸车启动的一下 包括时间长了以后 它多少都是比四辆机要抖的 这是物理特性 为什么 它少一个钢体 它就是达到不来 你甭管是加平红轴 还是用任何技术 它本身这是一个物理缺陷 而且现在我跟你说 买车 消费者买车 哪怕是十万元这个级别 它讲究都是有行车品质在的 你三缸机 永远做不到四缸机的行驶品质 大哥你十万块钱的车 你跟我讲究行驶品质 那必须的 现在对于车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而且你别看十万块钱的车 往往买十万块钱车的消费者 诉求是比买三十万机 四十万的消费者 诉求还要多的 所以行驶品质是肯定很重要的 但三缸机给不了 你承不承认吧 不承认 这块暂时算你赢 我平什么呀 我不承认这个事 首先就是以目前三缸机来看的话 三年之内 它不会有明显的抖动 对吧 而且这个抖动是什么 循循渐进给你的 不像上去我就怼你一下 它是每次都怼你一点点 你时间长了 它就会习惯这个事 对吧 其实开三缸车的人 它不会觉得 这个说法很牵强 从我的角度 因为我站在消费者来看 这就是物理特性 这块咱就不杠了 它先赢吧 对吧 你再说别的 我看它还能说啥 对啊 那行 那我们把这一趴 抖这个事天生的 对吧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事 对吧 但是我觉得三缸还是有优势的 你比如说三缸 它的体积小 对吧 很容易去布局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体积小 我质量也小 那质量小的话 车变得轻了 是否能就省油了呢 对不对 我先搁点 我先搁点 这个东西 我 你 他没话说 他已经说出来话了 这个东西 我不按照你这种方法去想 我按照消费者的想法 因为你少一个钢体 你并没有比其他的车便宜很多 对吗 你在同级别 你是一个价位的 就比如说紧凑型SUV这个级别 它有的车 它就是三缸 它卖的 反而还比四缸车贵 什么车呀 什么车呀 就什么车你自己想 什么车你自己想 咱们不能按照少一个东西 或者多一个东西 来衡量价钱 对 以前的大哥大 一个大哥大 就两公斤 不 现在一个iPhone 才几百克 我没说完 又不是卖猪肉 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还行 然后 就是按照消费者的心理 觉得我凭什么 花这么多钱 买一个残缺的 怎么就残缺了呢 你少一个 现在对于四缸 三缸跟四缸来比 它偷换的概念 它不要残缺 它只是设 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就是三缸 我少一个缸 我凭什么花这钱买这个 你现在在引导观众的思维 说三缸 就是咱说 咱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同样三十万这个价格 这边有一个六缸 那边有一个四缸 你买哪个 看实际效果 这是因为你干这个行业 你知道好多的时候 它不能以缸体去衡量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同样的价格 四缸跟六缸 我为什么不买六缸 那换算成四缸跟三缸 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价格 我为什么不买四缸 买三缸 我心理上过不去 对吗 但是我要说一点 就是 我可能都是有三十万 我能买一个V6的车 同样我也能买一个直接四缸的车 我就会考虑到V6的油耗会高 我整个的使用保养的成本都会高 是 这个我同意 滑雪说的有道理 肯定是 请说你的观点 六缸是比四缸 那个什么 但是四缸跟三缸 它的油耗有差距那么大吗 滑雪说你的观点 你是变方 我好像今天变成材胖了 我怕你俩打着吞过眼 你知道吗 首先你刚才说的 我买钢速多的 这事我就不战场 买车我买到的是什么 我买到的是 它带给我的品质上的东西 有可能是乐趣上的东西 也可能是用途上的东西 但我不一定 我非得一定要买个什么 六缸八缸这些东西 这个钢速它绝对不是 左右我买车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这事我很不战场 但从我的角度而言 我觉得 气缸所谓的气缸尊严 是我花多少钱 现在可能都没法再往上提升的 你哪怕一个200T的机子 你现在调的能比3.0的更激进 但是所谓的气缸尊严 我买不着 对吗 他跟我讲气缸的尊严 我觉得这一趴 你看 我不管你说不说话 他说这话 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汽车辩证 漂亮 不 我不从技术层面 我是按照消费者的诉求来说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消费者的诉求来看 现在如今汽车大环境下的发展 我们做这些汽车媒体也好 或者做汽车编辑也好 我们应该引导消费者去往这个趋势走 而不是让消费者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漂亮 那你往趋势走 那就应该是新能源 那你连三缸都别考虑了 三缸是一个向新能源进发必经主 不是 不是 三缸绝对不是 你接着说三缸 为什么要必经三缸这条路 我直接买新能源就完了 现在电动车也这么成熟了 新能源里也有加三缸发动机的 它是起到给充电的作用 它不是带动车辆运转的作用 你不能这么说 对吧 我们从技术层面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四缸机做的越来越小的话 比如说1.0的 或者0.8的四缸机 它会带来更多的这种摩擦的损失 带来更多这种 它没有更好的收益 你能明白吧 对 那如果我们做成一个三缸机的话 它的体积 摩擦 它的泵气 损失 这些损失都会变小 它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同时我们把汽油机这部分缩小了之后 我们会扩大的是什么 是它新能源的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毕竟之路 如果你一步跨越到新能源之后 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现如今的新能源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 它并不能作为一个 我们绝对选择的一个路线 你就是找到这个裁判还是帮手 主要是证明 这什么玩意 但等一下 首先找到肯定是一个裁判 私下没有任何的非法交易 但是就是证明什么 那证明我的观点是被所有客观对待汽车 对待任何这种形态事物的人的这么一个认可 但你观点说了再多 咱说句实话 你中国现在是不是还是有一条 基本上三缸必死的定律 你可能低价位下三缸会有一定的销量 但真正超过15万 包括二三网上 你再使用三缸 你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状况 那还是消费者他观念上过不去 但我觉得作为我们汽车圈里的工作人员 工作的一个人员也好 或者是作为我们车评人的一个职业也好 我们的职责就是带着那些 不是很了解汽车的这些老百姓们 正确的看待汽车 以及正确的看待汽车的每项技术 对吧 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职责 有可能我把这东西拔得很高 但如果说我们随着老百姓去随波逐流的话 那你告诉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 在什么地儿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一句话 它是一个趋势导向 而不是一个市场导向 就是市场决定不了这个导向 对 其实我也承认高阳他的意思 就是确实中国市场 就是不接受三缸车 不是 你刚才说的市场不决定导向 我觉得是太错误了 你看英朗 英朗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开始销量非常好 换三缸立马下去 一看销量不行了 立马又把1.5自吸那套四缸拿回来 它才继续有的销量 这就是市场最后决定了它 舍弃三缸 你只是说中了一个小时里面的其中一秒的时间 但是咱们如果往回倒 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经济大萧条 石油危机的时候 才孕育了那么多的 从V8 V12发动机 变成了一个直列四缸 直列六缸的这个发动机 它是一个趋势导向 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导向 没有有一天突然一个消费者说 我不要八缸了 我就要四缸 没有 如果是一个市场导向的话 这个市场上永远都不会有三缸机 其实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俩这种battle 其实我也感受到这东西 怎么改参了battle 我现在把自己摘得太干净 你知道吗 你吃变方 我今儿干嘛了 就首先是这样 跟大家总结一下 高阳是站在更多的是市场的角度 其实它说的也对 比如像卡罗拉新家的三缸车 其实销量也是很不好的 然后花卷从技术层面 很客观很理性的去分析一下 三缸没有那么严重 不至于说的 就是三缸车一定不能买 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呢 就是大家呢 要去客观的对待这个汽车的技术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这个才是最正确的 那关于三缸能买或不能买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然后呢 估计这两个人 现在眼睛就爆火了 你看这个表情都比较凝重 是不是 下回啊 就是 我就坐在你的那个位置 然后你就坐我这 对对对 我觉得我更适合当裁判 你知道吗 反正这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等着你们什么时候买三缸 就完了 对吧 我就看你们什么时候买三缸 对对 雅丽事件 加雅丽事件 我真的 我就等着 我就看你们什么时候买三缸 OK 你等着 能买买的 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好吧 小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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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